女生 真的是吧 就有点委屈 为什么人家男朋友可以拨皮皮虾 为什么人家男朋友可以 蹲下来系鞋带 怎么我男朋友干这些 今天居然跑到这来评理 很想知道原因 你可知道那些给女朋友 拨皮皮虾的男朋友为什么那么做 是因为这个女生 她自己很独立自爱 她真的在自己拨皮皮虾的时候 可能不擅长手都扎出血了也不吭声 甚至会忍着痛 说我给男朋友拨皮皮虾 这样的女生才会 有男生持续地愿意帮她 你能听明白这个逻辑吗 是因为男生生病的时候 女生可能自己也不舒服 但却给她送汤或者帮她洗衣服 那当你出门 你可能穿的裙子比较短或者不方便的时候 她会自觉地蹲下来给你系鞋带 要求的爱是要不来的 只有我们自己做到了 被人尊重 才有人真正从心里愿意宠你 你去男朋友家吃饭 如果是聪明的女孩 这一桌子菜没有我能吃我爱吃的 但是为了尊重老人 我吃下了每一口饭菜 老人很开心 你的男朋友看在眼里 他自然会尊重你说 这一次是我失误了 我没有告诉我的爸妈 下次一定有可口的饭菜给你 所以你看看你做了什么 能够值得这个男人 一直地去宠你去爱你呢 叫你小傻瓜 确实叫对了 你还真是挺笨挺傻 想要被一个人爱 一个人宠 那你自己首先要做到宠他爱他 而男生其实就像刚才曲总说的 他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你的责任很大 一开始你就喜欢这样 嗲嗲的 撒娇韧性的女生 时间长了你觉得累了烦了 那这样的模式 难道不是你造成的吗 无论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其实在一起 就是分享 就是成长 如果我强一点 我去引领 如果我差一点 我愿意学习 本着这样一个打开的开放的心 也许你们的爱情 还能往前走一走 好吧 希望你们都能够努力 祝福 你是不是每次撒娇都能达到自己的 就是这样的 I don't know 我们想不可以 拍照 不敢还 在一起 我们有一次 就是要一个 给她 还能够 最后 那 我 你 好 我 我 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后来你是因为怕了他 后来我真的是 那你为什么不识说呢 你看着他在众人面前出丑 你看着他永远不能成长 不能自我提升 你为什么不说呢 这不是爱人的责任吗 因为要是哪天你要是腻了 你不愿意再捧着他玩了 他怎么办 他怎么办 所以以后当你不想看他 撒娇的时候 你觉得这种撒娇 已经超过了尺度的时候 请你说出来 否则的话就不要到这儿来 让我们给你评理 就这样吧 女生其实好好说话 声音挺好听的 但是女生你知道 为什么老师们 在看你们这个的时候 有点受不了了吗 就过分了 我相信在你身边 你看到了一些女性 可能就是这样被宠了 但是成容颜老师所说的那样 背后的原因 你并不了解 你看到的只是一个表象 今天的委屈 今天的难一受 是因为老师们 像说皇帝的新装一样 告诉你说 姑娘你这样并不美 记住就好